哈囉大家好 我是肉肉 今天薩爾達小教室要來跟大家分享 集歐西尼歐神廟的位置及攻略法 地點在坐標-0240-0374-0026 神廟沒有特殊的開啟條件 名為智慧之輪的神廟 這裡面有三個關卡 一個寶箱 進入神廟之後 在左手邊的網格的房間 使用救急手將造型石板 依照牆上的形狀拉出來 放在壕鍋中間就可以通過啦 第二個關卡就是在右邊的網格房間 將石塊用一樣的方法取出來 此時在中間先不要送到最左邊的房間 先將石塊放在前方的小平台上 做出一個天花板 使用通天樹上去拿寶箱 之後不要急著下去 因為救急手的距離很短 先將石塊放下去 之後再依照形狀放入左邊的房間 進去之後一樣是把石塊放在小平台上 使用通天樹上去之後也就順利通關啦 好的 以上就是神廟的解題方法之一 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超有創意的解法 如果薩達呢最佔的就是有1萬種解法 如果你有更酷的解法 可能求大家在留言區分享給我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 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 成為肉圓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 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